Susumo的MCL-ASB的打触機 又連接一個Transformer了 這個變壓器 因為法國是No.2伏 它是110的 就現在我們 準備一下這個機器怎麼用 這個開關 總開關 它開了機器之後就PUSH 按一個PUSH 讓它轉一個圈 把米飯跟處倒下去 然後它有三個挑選 第一個是5分29秒 第二個Pattern是6分28秒 第三個Pattern是7分28秒 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Pattern 我們就挑第一個Pattern 5分29秒之後就完全整個打飯的過程 現在我們CG 它在打飯過程當中 它會有封把這米飯 吹的 吹 我們叫吹飯機跟打觸機 現在開始了 現在一直在倒手 現在差不多完成這個過程了 我們先把這個飯箱 我們先把這個飯箱倒下去 我們先把這個飯箱倒下去 它是全機動的 它這個米飯一倒這個時間 之後就可以把米飯捲到飯箱下面 所以你的飯箱又在它大概一分多鐘 大家差不多玩的時候 又把這個飯箱放進去上面 還有胡思紫尾 我先把這個飯箱放進去上面 完成了 完成了 放進去 差不多完了 完成了 好完成 整個飯箱可以拿走了 又可以第二次拿空走了